她是名为盟女的皇后 名字虽为盟女 但却天生丽质 美丽崇慧 她三度改姓 霸凌后宫 风光一时 最终却被废除 打入暴室 抑郁而死 她就是汉环帝的第二任皇后 邓盟女 本期就让我们重温历史上 唯一的三姓皇后的悲情人生 邓盟女生年不祥 出生于南洋新野 经河南新野人 官宦世家 她是东汉开国功臣邓宇的玄孙女 拥有皇后之冠的 何夕皇后邓随的侄孙女 其父邓湘 担任郎中之职 其母姓氏不祥 明轩 如此家世门帝出身的邓盟女 从小也是 有着非比常人的生活环境 自幼便聪明伶俐 且天生励志 深得父母的宠爱 但无忧无虑的日子 并未持续太久 其父邓湘因病去世 邓盟女与母亲 受到书败兄弟的排挤 家道中落 母亲也因此 改嫁大将军 梁继妻子孙兽的舅舅梁继 邓盟女 从父母的掌上明珠 一下子成为妓女 年幼的邓盟女 便跟随母亲 到梁继家居住改姓梁 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 此时的汉环帝刘志 只是傀儡皇帝 真正掌握朝堂的 便是皇太后梁岚 与大将军梁继 在一次家族的拜访中 梁继的夫人孙兽 注意到因母亲改嫁 而跟过来的梁盟女 长得极为标致 妥妥的美人披子 于是便花费重金 请师父教她礼仪 歌舞 还有琴棋书画 为日后送入宫中做准备 作为一名弱女子 梁盟女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只能任由他人摆布 但无论如何 对她来讲 这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梁盟女也是不负众望 极其之年的梁盟女 已经出落的亭亭玉立 姿色绝伦 表姐孙兽 眼看时机成熟 梁盟女的各项指标 都已完善 可以成为一颗备用棋子 于是于公元153年 将她送入夜庭 成为财女 财女也只是 卑贫级别中的最低级 按理说 她这个级别 是很难见到皇帝的 但运气爆表的梁盟女 刚入宫后不久 便见到了汉环帝流至 因其美貌 及能歌善舞 梁盟女受到汉环帝的宠爱 被封为贵人 梁继见梁盟女受宠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 便任梁盟女为义女 梁盟女这位棋子 也算是正式启用 虽然汉环帝非常喜欢梁盟女 但还是有所收敛 因为受制于大将军梁继 所以也要顾及皇后梁女营 由于皇后入宫后 一直没有生下一儿半女 而且挥霍无度 生活奢侈 汉环帝也是敢怒不敢言 只能刻意地躲着皇后 偷偷临幸其他妃嫔 四年 汉环帝封梁盟女的兄长 邓眼为南顿侯 未特进 邓眼死后 其子邓康四绝 公元150年 梁太后驱逝后 梁皇后也失去了最大靠山 梁皇后开始走上黑化之路 大肆地对后宫怀孕的妃嫔下手 有人怀孕 就用各种手段 让其流产或者杀害 汉环帝也是 只能躲着梁皇后 公元159年 梁女营因忧愁愤恨病死 汉环帝的封印 算是彻底打破 汉环帝可以光明正大的 宠幸梁盟女 此时梁盟女宠爱方胜 失去了后宫的支持 大将军梁继 逐渐感觉到了 这颗棋子已不可控 特别是担心 邓家的权势 会慢慢超越梁家 于是梁继把目标 对准梁盟女的母亲 便派出刺客刺杀她 但派去的刺客 因踩点没踩好 误入到了邻居中肠市 原设家 邻居家的动静 惊动了梁盟女的母亲 得到消息的梁母 迅速逃离 直奔皇宫 向汉环帝告发梁记的罪行 这件事情成为了一根导火索 得知这个消息的汉环帝大怒 一方面他多年来受制于梁记 另一方面 为了保护他所爱的梁盟女和丈母娘 这次终于忍无可忍 决心铲除梁记 于是便有了厕所政变 汉环帝秘密联合善抄等五名宦官 动用一切力量 以谋反的罪名 围攻梁记的大将军府 梁记多年来权倾天下 得罪的人太多 自知无法逃脱 于是和妻子双双自杀 随着梁氏家族的覆灭 梁盟女也被立为了皇后 虽然汉环帝封了梁盟女为皇后 但因为长期受梁记的挟持 让她对梁氏一族非常反感和厌恶 不仅将梁氏的势力铲除 还把梁盟女改为薄姓 效仿薄太后加紧梁 故而选用慈姓 封薄盟女的母亲 却为长安君 公元161年 有关主管官员上座汉环帝 认为薄盟女本是郎中邓湘的女儿 不应该改一他姓 汉环帝于是恢复薄盟女为邓姓 为了彰显皇恩好荡 追封邓湘为车骑将军 安阳侯 进一步封给其母轩 侄自邓康大县十亿 却为昆阳君 邓康为彼杨侯 赏赐很多钱财 邓蒙女母亲去世的时候 依照皇后母亲的丧事规格办理 受封的爵位 都由邓氏进京家族成员继承 此时的邓氏一门 风头一时无两 邓蒙女也终于扬眉吐气 她忍受着改名的委屈 却为家族赢得了荣誉 金钱和地位 看似走上了人生巅峰 过着享尽荣华富贵的生活 却也为后来的遭遇埋下了伏笔 邓蒙女早年的经历 让她心中充满压抑 她拥有财富和权力之后 企图通过压迫他人的方式 来掩盖她过往的卑微 因此当初的婉转温柔 谨小慎微的邓贵人 变成了骄横跋扈 盛气凌人的邓皇后 汉桓帝本就是一个贪图美色 和只知享乐的婚君 后汉书记载 帝多内性 博彩宫女至五六千人 即屈翼从始 不兼备于此 俗话说 花五百日红 人无千日好 很快 汉桓帝对邓蒙女 失去了当初的新鲜感 又迷上了年轻貌美的郭贵人 邓蒙女并没有意识到 自己已逐渐失宠 她没有想着 如何重新获取汉桓帝的心 稳固自己的位置 而是仗着自己地位尊贵 运用皇后的权力 不断打压郭贵人 但郭贵人同样仗着汉桓帝的宠爱 不甘示弱 两人在后宫明争暗斗 互相诋毁辱骂 邓蒙女眼看着 曾经独宠自己的汉桓帝 渐行渐远 难免口出抱怨之言 这些怨言 被郭贵人贴油加醋地 转述给汉桓帝 枕边风也能要人命 郭贵人诬陷邓蒙女搞巫术 诅咒汉桓帝无子 这正好戳到汉桓帝的痛处 公元165年 汉桓帝下诏废除邓蒙女的皇后之位 并把她送往夜庭内的报室 邓蒙女从被宠 再到备受冷落 进而备废 前后只是短短数年时间 命运就像轮盘上的骰子 可以一刻让你上天堂 也能让你一刻入地狱 邓蒙女无法接受巨大的落差 在极度的恐惧与绝望之下 不久便忧郁而死 结束了她跌宕起伏 却短暂的一生 死后安葬在路阳北盲 邓蒙女死后 汉桓帝并没有善待她的家人 曾经因为她而加冠进决的宗亲 或是被杀或被罢免官职 并遣送回原籍 之前赏赐的所有财物 全部没收重宫 一夜之间 邓氏全族失事 遭遇灭顶之灾 被打回原刑 纵观邓蒙女的一生 幼年时曲折经历 让她学会了把握机会 奋力争取改变命运 虽然她和她的家族 曾经得到地位和财富 却也只是昙花一现 邓蒙女的高光时刻 源于她的美貌 而家族的鼎盛仅仅基于皇帝的恩宠 这样带来的后果 更多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不管多么娇美的容颜 总会随着岁月的流逝 而被时光摧残 颜值终将成为过去 只有一个人的 品德和才华 才能让人在岁月中绽放光彩 以色是人 色衰而爱持 爱持则恩绝 格局和能力的限制 邓蒙女及其家族成员 错失了复兴邓氏家族的机会 无法再现她们的先辈邓女 曾经的辉煌时期 邓蒙女的悲剧下场 既有自身的原因 也有命运使然